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 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 使人类进入军工科技快速发展的阶段 也助力各国来到机械化时代 身处于机械化时代的世界各国 首要任务就是建造强大的国防体系 没有先进的军工技术 很难立足于当今世界 随着洲际导弹的问世 各国更加注重反导技术的研究 即使没有技术的国家 也会大量引进反导技术 以冲国防 比如土耳其 印度在近期花重金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技术 足以体现反导技术在国防建设中的重要性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 反导技术也许在未来战争中 只是摆设 因为反导拦截弹的数量和战略导弹的数量 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 而且反导拦截弹的成功率也会相应做出折扣 平均数据来看 两枚拦截弹能有效拦截一枚战略导弹 已然是不错的战绩 就连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只配备几十枚拦截弹 其实根本起不到国防的根本作用 那么为何世界各国还在完善反导拦截技术呢 从各国研制反导技术以及目前取得的成效来看 共有两点重要的原因 第一 反导技术虽然在短时间内 还难以取得完全抵御他国核打击的目标 但作为目前全球最尖端的技术 对其研究可以催生出很多军事技术的提升 而且也是本国军事实力的象征 这对于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提升有很大帮助 第二 面对目前世界各大巨头的核战略政策来看 发展反导技术是必经的过程 只有源源不断的列装反导技术才能先发制人 也就是说 如若到了不用核武步行的地步 反导装备部署的多的国家完全可以先发制人 利用强大的核武器先对他国进行打击 最大程度削弱他国实力 当他国反应过来反击之时 自己国家的反导系统也能最大程度减少本国损失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 对于战略性武器而言 初衷就是为了起到牵制各国的作用 如遇战争也可以为本国多抢夺一些主动时间 虽然就目前而言 反导技术想实现以钝防毛的作用 还有些吃力 但这也是牵制各国不敢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根本性原因 目前各国依然在全力发展反导技术 等列装数量完全可以抵御他国导弹时 世界格局也许又会发生巨大变化